好,今天给大家带来一局精彩的美能异小快递,这局小快递是没有矿的对吧,但是这个房主开的是有箱子的,而且初始金额也比较多,3万开局,那么就有什么造什么对吧,不要舍不得钱,我们一上来先造地宝,先出狗不着急抢 油田,先出狗捡箱子,因为箱子来钱来的快对吧,你看,捡了一个钱箱子就两千块了,然后在家门口多摆一点地宝,因为这个3万开局钱比较多对吧,多摆一点地宝,你看那个上面的小绿,小绿延伸到小黄家里去,这个开局3万开局还有箱子的,就没必要延伸到别人家里去,延伸到别人家里去,抢人家的油田没有意义对吧,我们先出船长, 先出船长,造这个气垫船,用这个气垫船到外面去捡箱子,再出一个狗,然后出个空子部,再出重工,如果是没有箱子的,不是3万开局不能这么玩啊,这个又出空子部又出重工,等一下经济就不好了对吧,这个气垫船不要停在家里啊,把它分在这个角落里来对吧,你看上面的角落里还有两个箱子, 软快把这个箱子捡了,然后我们空子部一出来呢,直接造4个飞机,等一下飞机一出来,人家出高科技,可以用4个飞机去炸啊,你看上面,上面那个运输船到我家里几箱子,没炸死他,没炸死他,我们出几个驱逐舰啊, 然后以最快速度,把高科技招出来对吧,招出高科技来,准备玩一下光灵坦克,这一盘我就打算玩光灵坦克了,因为这个经济比较厚啊,然后上面放一个电线杆,下面放个电线杆,你看小黄,小黄出了个空子部,要招高科技对吧,直接炸掉空子部,我有4个飞机,他们就招不了高科技,我能招对吧,然后我这一盘还是个美国啊,美国就把闪兵投到自己家, 你看下面,下面的小蓝呢,好像要整我啊,他出了一个大头兵,给这个磁爆线权充电,哎哟,这充电呢,我这个电线杆打不赢,打不赢呢,我就直接用4个飞机,直接炸掉你的电线杆,然后上面小黄,我炸的他,他比较记恨我对吧,下面的蓝色也比较记恨我,我们在家里出个黑幕黑起来,然后用光灵坦克打他,光灵坦克可以无伤对吧,射程比较远,这一盘我就准备玩光灵坦克, 哎,你看小蓝,小蓝照磁爆卡车想炸我对吧,飞机直接起飞,哎,玩火自焚,你看,自己把自己炸了,你这个磁爆卡车想炸我,想多了,我有飞机的,然后我们就准备先打上面的小黄啊,因为下面的蓝色没中攻了,他被磁爆卡车炸了,没什么用了,现在就打这个小黄,哎,光灵坦克戳他,他受不了冲过来,冲过来我就掐住他的头, 然后下面再派一个光灵啊,把下面的电线杆打掉,哎,你们左右开工没关系啊,你们没有高科技,出不了高科技怎么跟我玩,然后我的光灵已经成型了,光灵成型呢,先打这个小黄,把小黄的电线杆打掉,他又想造电线杆,打掉电厂,打掉防空炮, 然后他的飞行兵过来了,我们甩一个爱国者,哎,甩一个防空炮,对吧,防空炮,保护光灵,然后这个蓝色呢,出了很多潜水艇在打我啊,我们造点驱逐舰,继续用这个光灵坦克戳,哎,光灵坦克戳掉空子步,你看,他造了很多美国大兵,对吧,造了很多美国大兵,没有用啊,我这个光灵坦克是他的克星,然后直接炸掉兵营,打掉电厂,生了个三星光灵,他就生个船场了,光灵坦克先缩一下,然后打掉船场,直接, 带走,他的名字叫,陈猫猫,做错了什么事,好像是个粉丝,对吧,把他带走了以后呢,下面的小蓝,小蓝的重工出不来,对吧,他重工放到这边,会被我光灵打,然后你造海军没用啊,你没有高科技,出不了导弹船,我们直接光灵坦克,你看这个光灵坦克,成群了以后相当厉害,对吧,打这个小块地,造这么多光灵,还是比较少见的,有些粉丝呢,也比较喜欢这个坦克,因为这个坦克呢,打电厂, 街脑比较厉害,对吧,而且呢,光灵坦克拆那个建筑啊,也特别爽啊,特别解压,对吧,直接把他们带走,然后我们再造几个防空车啊,保护光灵,我这光灵生了三星的,先走到下面来,打陈猫猫,你看陈猫猫受不了了,对吧,然后再打小蓝,小蓝有一个气垫船在水里面,不知道有没有装基地啊,我直接把他的船场一打,哎呀,漂亮,你看,三个三星光灵,还有两个一星光灵,这里有潜水艇啊, 直接打这个水面上,哎呦,这个蓝色怎么还没有死,他还有什么东西,哦,在我家里还有一个船场啊,还有一个船场,反正他造不了什么东西了,我们再走过来先把粉色带走,哎,粉色守不住呀,所以说这个开局金额比较多呀,还带箱子,肯定要早一点出高科技对吧,还得造四个飞机啊,现在小蓝,他想出高科技,我不会给他出高科技的机会,我有飞机对吧,直接先把小蓝带走,你看这个光灵,拆迁 这光灵是拆迁队对吧,走过来一炮一个,他飞行没过来,我有防空,坦克过来,但是打不赢我的光灵 我这个光灵,好几个三星,你看,闪闪发光,然后捡个箱子,看看能不能捡个火力,捡那个医疗箱啊,直接带走,然后下面呢,只剩下一家了,这一家呢,黑起来了什么都看不见,对吧,看不见我们先用飞机跑一下地图,看看他发展的怎么样,哎,直接飞进来,哎呦,这个对手也有很多光灵 看到没有,但是他的光灵坦克呢,没有升星,我的光灵坦克升了星的呀,但是我不能强行冲进去啊,冲进去的话,他站在那里不动,有可能打不赢,我想把他勾出来啊,也可以的,慢慢移动对吧,因为我三星光灵射程比较远,他都没有升星的,直接看到没有,慢慢移动,不要走得太快啊,慢慢移动把他的光灵坦克整死,我这个射程比较远对吧,然后他的光灵坦克死完了,还有一点浮复, 飞熊坦克,这个飞熊坦克一炮车不是,我们拐一个弯,走到这边来对吧,哎,捡了个火力飘飘,你看,三星光灵带火力的相当厉害啊,然后这个时候我们没钱了对吧,没钱了没关系啊,反正厂商就剩他一家了,你看这个地方好多箱子,好多箱子都捡不过来的对吧,他不要家了,好像要去跟我换家,没关系啊,我家里也有坦克,还有电线杆 然后用这个美国大兵来走到前面去松鼠对吧,吸收他光灵的伤害,然后我们直接点掉他的电厂,点掉光灵坦,直接锁定他的光灵坦克,哎,我这光灵坦克三星带火力的,你看又生了三星,这光灵坦克非常解压对吧,一炮一个,哎呦,他打掉油田,直接给炸光了